往那个地方 往那个地方 杭州西湖竟挖住了武松的墓 随着棺果被专家缓缓打开 令人尴尬的一幕出现 没想到生前敢与蒙古一叫高下的武松 其事故竟是如此小巧 还呈现出一种怪异姿势 他生前究竟遭遇了什么 难道小说中的武松却有奇人吗 直到在墓中发现一块石碑 专家研究后忍不住直呼 我们都被施赖安撇了近千年 微闻上究竟记载了哪些秘密呢 感兴趣的老铁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往期视频也更加精彩 接下来就让我们揭开武松卢之谜 1894年正式光绪地在位期间 杭州知府准备对永金门进行修缮 这里可是杭州十大古城门之一 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润 当地政府对此也是十分重视 就在工人深入向下挖掘的时候 铁销突然触碰到一块坚硬的东西 起初人们还以为石头就没怎么在意 没想到继续深挖 竟挖出一具保存完好的棺材 这件事情传到了当地官府 他们请了相关行业的人士前来查看 发现棺材上面赫然刻着四个大字 武松之旧 难道他们真的挖到武松木了吗 提起武松之的名号 那可是家喻户晓 在水浒传中 他是一个武艺高强的好汉 更是凭借着徒手打死老虎而闻名天下 但说到底这都是书里描写的 所以人们都认为 武兄是虚构的人物 莫非武松是真实存在的吗 还是说这只是一座衣冠中的 然而当时的人十分迷信 被鬼神之说向来抱着 宁可信息又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挖到棺材本来就是一件晦气的事 加上这座母是真是假 还不知道 在经过一番争执和纠结之后 杭州之府下令将这具棺材重新下荡 时间又过去三十年 很快就来到民国一九二四年 上海滩大亨渡月升 在杭州西湖游玩时 听说了这里曾挖出过武松的棺杜 为了纪念这位侠肝义胆的忠义之士 于是联合黄金人张孝林二人 共同出自把武松木牵葬到了西陵桥 还特意将武松木修缮了一番 重修后的墓葬看得非常的大气 一座石牌坊为人的毅力在墓葬前面 牌坊上的匾额上还刻着 亲戚归为四个大字 这件事情也被记录在相关资料中 在这之后武松木由于各种原因被毁 直到一九六四年 他的棺果又再次重见天日 文物部门在听到消息后 立刻赶到现场 围观的群众都在好奇 武松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随着棺果被打开的那一刻 眼前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棺材中只有一具勾搂着身形的骨架 这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八错 往那个地方 往那个地方 杭州西湖京县武松的墓 当墓葬被扒开后 考古专家大吃一惊 棺果内的尸骨不仅非常小巧 而且呈现出一种十分怪异的姿势 这时考古人员在墓中找到一块尸杯 专家在研究后大呼我们被骗几千年 那么上面到底寄撒了些什么呢 真实的武松又是什么样子 在施奈安水浒传中 武松是清河县人士 由于是小父母双亡 是由哥哥武大郎抚养长大的 所以对身材矮小的兄长十分尊敬 书中描述兄弟二人的行貌天差地底 武二郎则身高八尺相貌堂堂 浑身上下有百斤力气 因此被称为贯口二郎身 还凭借着在井岗山赤手打死掉星白鹅大虎 而一战城民从此声名远扬 在回乡探望兄长时 又被扫造潘金莲爱慕 之后发现潘金莲已与西门庆勾搭 还设计害死了自己的哥哥 气气上头的武松一见刺死的潘金莲 还写见鸳鸯楼杀死的西门庆 一人坐视一人当的武松 主动到县衙自首 也就有了后来落草二龙山等一系列英豪之举 宋江带领了武松等一众英雄豪杰 在被朝廷招案后 就被下令攻打另一波土匪方拉 也就是在这样战役中 武松一失去左臂到杭州六合四出家 直到八十岁时病逝 也算得上是寿终正寂 如果按照书中的描述 武松死后应该是葬在杭州 而眼前棺果中的墓主尸骨 却并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神高八十 倒也不是非常矮想 比较符合古代男性的一般身高 实在很难让人联想到 那位赫赫有名的打虎英雄 不过令人那么的是 武家的摆放很奇怪 他的头骨一直紧贴着棺材板的侧面 这难道是有什么寓意吗 就在专家研究武松尸骨为何这样摆放时 一旁发觉清理的考古人员又有新发现 刻满文字的残破墓碑被清理出来 这可是至关重要的文物 墓碑被挖出来后 立刻送往研究室 将上面泥土小心清理后再进行踏印 虽然因为年代久远 上面的文字已经有些模糊不清 没想到显示出的文字 还是让众人差点惊掉下巴 上面不仅记载的武松打虎的真相 竟还揭露武松真正的死因 专家甚至忍不住大虎我们被骗了近千年 原来小说中的描写和现实是有差别的 那么石碑上究竟记载了些什么呢 根据碑文以及专家查阅到的相关资料 发现真正的武松是河北省清河县人 并非水浒传中的山东豪杰 他也没有一个叫做五大浪的兄弟 极恶如愁的性格 倒是跟小说中比较相似 里南县至浙江通知等史书记载 宋仁宗治河二年 也就是1055年武松出生 因自有家境贫寒 所以看尽世间险恶 尤其是富贵豪强横行霸道欺辱贫苦人家 年少的他曾按下决心 一定要行侠仗义为民办事 之后武松便凭借着 一身武艺于本领在街头卖艺 好在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武松在杭州永进门外卖艺谋生时 被杭州知府高全看中 便将武松招到衙门里做事 靠着过人的本事和为人正直 武松很快成为高全的心腹 立下不少功劳 然而朝廷斗争向来安朝永动招不保夕 高全很快在权力厮杀中败下阵来 遭到诬陷诽谤后被罢免的官职 新任知府自然不可能用上任知府的人 还没来得及一盏雄徒的武松 也被贬眉平民 如果新任杭州知府的蔡云是个好官 那底下的人自然不能说什么 没想到蔡云这家伙 根本就是个报官 不仅仗卓手中的权势 横行霸道欺男霸女 还瞧立名目向百姓苛圈杂碎 当时杭州的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蔡云还因此得了个菜虎的绰号 比喻他和老虎一样凶猛吃人絮肉 见到这种情况的武松 暗自下了一个决定 在提前掌握了蔡云的行动后 他怀揣一把锋美的尖刀 愉悦黑风高的夜晚埋伏在蔡府门口 等到蔡云被人前呼后拥着出来时 武松立刻冲上前 以训练不及掩尔之士将其斩杀 但还未来得及逃跑 就被周围的官兵拿下 然而武松不知道的是 蔡云是当朝大奸臣蔡云的儿子 藤岸的儿子就这样被武松杀死 愤怒至极的蔡云自然不会放过他 武松的下场可想而知会有多惨 最终受尽折磨的武松 死在了牢狱中 他的尸体也被官府扔到了乱葬岗 人们都是感念武松除掉了蔡云 于是自发将其尸骨剪尸 并好生安葬 还为此急死打造了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送一尸武松织木 用来纪念这位侠干义胆的英雄豪杰 虽然历史上的武松 和《水浒传》里的描述不同 但同样展现出一个时代下的非凡人物 武艺高强极恶如仇为民除害的武松 也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让每一个了解他的人都印象深刻 大家对武松怎么看 可在弹幕或下方评论区进行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 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